而华丽县政府办理111年度春季敬天祈福活动 8号下午县长许真卫是前往了寿丰凤林地区公庙 来进行参乡祈福 希望能够用前进的心灵 向上天祈祷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日结束 县长许真卫担任主机关 并遵循古法参乡祈福 依序献花献果以及献财博 并以三桂神叩守最敬礼虔诚敬拜 祈求负责花莲 县长许真卫也亲切地向相亲致意 今年度季祭天祈福活动第二天 县长许真卫非常感谢县议员 以及地方明代士绅前来共襄盛举 为花莲县祈福永保安康 记者综合报道